它背景它跟你实际要画的东西是分开的 铺上鲜艳底色在调整透明度 为原本就栩栩如生的画作注入生命 一幅南方澳今年第一条鲍鱼的创作就此诞生 尽情挥洒画笔作画神奇努力认真 正值花甲之年的柯伯隆毕业于复兴美工 原本在台北担任室内设计师 也开过四年的继承车 机缘巧合下前往苏澳镇旅游 却无意间被苏澳的渔港人文之媚深深吸引 让柯伯隆毅然决定举家搬迁到苏澳定居 其实我在之前大概三十几岁的时候我经过苏澳 我那时候就想说以后会想要搬到宜兰或是苏澳或头城 可是我发现苏澳的故事会比头城更多 苏澳跟苏澳来讲苏澳可能比较 人也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吵杂 比较清净 对画画抱有高度热忱的柯伯隆 起初因为喜欢狗而为狗而作画 还结识了导盲选协会 为协会绘制周边商品 但因为苏澳镇长李明哲的一句话 让他开始尝试画苏澳 这几年我发现他的画风慢慢有改变 因为逐渐的把从对于这个导盲泉的喜爱 后来逐渐看到我们苏澳很多美丽的风景 所以他也找了很多非常 苏澳非常的特别的这样景色 然后在他的画作里面 而且他画得比 他不仅只有这样的实景 他也加入很多的创意 在镇长的建议下 柯伯隆开始把地方美景 放入自己的画作里头 像是南方澳转角的海产店 以及渔港都变成笔下的题材 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 尤其是这幅像弄里的新发商行 更是他引以为傲的作品 一笔一画都充满巧思 店门前的桌椅摆设 林亭的机车 甚至还有经典的红色春联 与实景的商行一比对 相似程度接近百分之百 高超的绘画技术令人十分钦佩 你创作没有感情 或是你对一个地方不了解 对 就无从下手 热爱绘画也热爱苏澳 柯伯隆说未来也会继续作画 为苏澳留下一页页美丽的篇章 民事新闻黄富裔宜兰兰报导 nat处 肯 咱 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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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